今天新开发一条路径 第一次走这条步道 前面的标是马 脚踏车 人都可以走的 所以应该不会太困难 我们继续往里面探险了 整个树林的感觉相当舒服 看到熊的粪便 赶快避开了 虽然现在加拿大也放暑假了 但是无论我们走到哪里 都是人烟稀少 非常的临近 要是在亚洲人潮汹涌的花年 又一个爬坡了 加油 加油 这个都对我们来讲小黑似的 看一看 哇 跟着我们走路森林 大自然所适宜的最精然的 又爬过去了 哇 这片还挺高的 老爸 感觉有点像那个茶山 是不是 今天这条路有点挑战 好久没有走这么大的一个斜坡度 面练背活量也不错 这是一条日益之行的道路 往上爬上去 今天不晓得要走这种路 所以穿的鞋子当然可以 只是登山鞋抓地力更好 你快去慢慢走 先探个就镜 左边好像比较大 右边他看看 是不是景观很漂亮 OK 好 过来看看 哇 真的耶 整个视野 前面那个就是飞沙河 所以现在是呢 往这边上面走吗 好 往下面好 不是往往另外一条吗 左边那一条去吗 好奇老爸 又要上去看看 到底上面是什么 让我在这边等他 好吧 老爸看了结果说 他站在高处 看了视野更广泛 你看有一个大坡度 对对跟你刚刚去探路 那条路差不多 只是这个是石子路 老爸说的没错 在这个高度 视野更宽广 我从左边那条路 那个幼川进来 所以再看一下 它是有多棒 有置放那个 彩绘的石头 在干枯的树干里面 没有创业 我们继续往前 探险这个秘境 跟斜坡 妈妈在下面不知道看什么 是不是又有彩绘的石头 你种植的地方怎么样 中 OK 下雨的时候 奇迹会发生吗 是的 奇迹会发生的 OK 感恩感恩 今天看到最好的一个文质 感恩大自然感恩你们 OK 继续往前迈进 不屈不了的精神 勇往直前 但前面有一小段 爬坡比较斜一点 所以不好走很滑 好危险 而且今天穿的不是那个 登山鞋 抓弟弟还是不够的 下次还是要穿那个 那种鞋子比较安全 我们竟然走这么久 还没有遇见人 而且现在好像16度而已 好棒 感觉好像快走出来了 看到房子了 好继续往前走看看 走到出口处了 但是才走一半路 所以花了大概一个小时左右 听说是驾驶训练中心 还有狗在叫沿路的住宅 对 一层一层的坡度走上去 好吧 我们继续往前 OK 这边截止 坐着脚踏车行人 所以车子不可以进去 下不下一线天 我们刚走的翠儿 非常的复杂 所以没有办的话 很担心会迷失路 因为它支线太多太复杂 所以我们现在走到 黄色一个人这个地方 对不对 对对对对 老人家都回去 这样回去 还不止一般路 好吧 没关系 就走吧 只能这样子 现在从左边的一个路径穿进去 准备走这条路径走出去 反正都第一次吧 就看看 且走且看 路径上看到一只天使的马 好 我们继续往前面走了 看到大树干上盯了一个路线名 我们发现有一个夹子踩着做了标示 很特别 拍得动吗 树干上有多木鸟 又不动了 又开始动了 总结一下 这条路径真的非常难走 所以走一次就够了 留下美好的回忆 虽然景色也很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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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